contest 好我们看这个字的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con我们念成con的音 test我们念成test 这个字的中音节落在第一个音节 整个字我们就念成contest 那contest这个字呢 其实这个字呢相信同学都很熟悉 test可以当作小考考试 我们就叫做test 比较大型的考试正式的考试呢 我们就念成exam跟test 有点点不太一样 那我们知道了contest这个字 你就可以这样子去记录 把它跟考试测试把它连在一起 好所以你要竞赛比赛呢 比赛测试看看谁比较厉害 所以要参加这个contest 那contest这个字呢 它这边有同一字呢叫做competition 那其实呢这两个都是竞赛没有错 但是呢它有一些些许的不一样 好那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通常这个contest 我们都是属于比较静态的一个比赛 好例如说这边讲到的talent 是属于才艺方面的 dance呢是舞蹈popularity speed尤其是这个speech contest 我们在学校里面呢都会 举办一些english speech contest 你会发现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记起来 比较学术上面的 比较静态的竞赛 我们就用contest这个字 那属于比较运动的动态的呢 我们就可以说是competition了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一个例句 Miss Rose is very beautiful So she is expected to be the winner of the beauty contest 好她说呢 Miss Rose is very beautiful 很漂亮 所以呢 is expected to 她被期待 也就是说呢预期 好就是大家呢 对她有这样子的期待 她被预期呢会怎么样呢 to be the winner 成为这个所谓的获胜赢家 就是所谓的winner of the beauty contest 好所以这个the beauty contest 这个chunk我们可以顺便记一下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在contest这个字的后面 加上ant之后呢 这个字来我们音节分一下 第一个字 音节在con也是念成肯 注意哦 她现在音节中音跑掉了 她现在变成在轻音节 原本是念成con 因为她在中音节 所以o念成a的音 现在她变成轻音节 因为中音节跑来第二个音节了 好所以我们知道呢 第一个音节呢念成con 好 con 好接下来tes test t-a-n-t 我们就念成tent 中音节落在第二个音节 所以这个字 我们就念成contestant contestant 那contestant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可数名词 我们中文翻成参赛者 那不晓得各位呢 看到这个ant结尾的字 不知道同学呢 有没有印象 其实以前我们学过很蛮多字 都是ant结尾的 好 我们现在来稍微复习一下好了 第一个常看到的 我们中文就念成assistant 好 那assistant呢 它是一个名词 我们中文呢 把它翻成所谓的助手 有一些助手助理 我们就念成assistant 好 另外一个也是蛮常见的 例如说accountant 好 那accountant这个字呢 它也是一个名词 中文我们把它翻成会计师 好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叫attendant 好attendant这个字呢 是属于服务人员 所以我们常常会衍生出来一个叫做 flight attendant 好那flight attendant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空服人员 flight attendant 好 所以各位你们发现 这个ant结尾呢 它通常是跟人有关的 人的身份呢 或者是人的一些 一些特有的专长的人 我们就会在后面呢 加上一个ant 所以这边也是一样contestant 它要来参加比赛 表示它在某一方面的能力是蛮强的 有一些专长在身边的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contestant 参赛者 好 就是所谓的另外一个竞赛contest 名词竞赛比赛